- 慢慢的把一些大家的一些爭議或在乎的地方 已經慢慢收斂到派到最後的一個結果 那我想這個部分其實是我們都是朝向於 為了確保整個環境的永續 還有現場的一個保護 以及我們各單位大家共創多盈的這樣子的方向來思考 以及來推動 那這個也是現場非常關心的一個事情 我想我先說到這邊 那因為我們今天也特別把這個過程 在協調過程當中 荒野也非常的來跟縣府這邊來做一起討論 所以在我們的面前這裡有一個荒野他所出去的一個聲明書 那因為我們今天也特別邀請我們荒野的秘書長也來出席 那接下來我就請我們秘書長來跟大家來說明 在這一段時間我們相關的溝通協調以及荒野在這件事情他們的一個看法 這樣子的一個成績 除了感謝荒野以外也感謝我們整個 包括縣府包括公所以及包括我們的縣府 當然我們跟荒野的合約 大家都知道這一塊土地是我們原山鄉公所的一個土地 那地上的一個校舍呢 是屬於宜蘭縣政府的一個所有權 對於這樣子的一個內容呢 其實當時在委外的時候 三年的合約是到去年的12月31號 那裡面呢就有提到說 契約到了之後 當然會有所謂的另外是否毀壞或是繼續訓約 那這個部分都有賴於 必須要來對於荒野在這三年期間 他的一些相關的績效 他裡面的所推動的一些相關的成果 那我們會來做相關的一些審查跟檢視 那當然在整個三年的過程 甚至於更三年以前 其實在當地民眾都有一直透過 不管是跟公所的反應 或是跟我們當地議員的反應 甚至於之後也跟縣政府來反應說 當地的社區的協會或是民眾 在使用上有空間的不方便的這樣子的一個聲明 所以呢 在去年底要來做相關的續約的時候 當然我們縣府就必須要來考慮 民眾在這一方面 他的一個需求如何能夠兼顧 也就是說荒野能夠繼續的來經營 來做這樣子的一個管理 另外兼顧當地包括公所 包括我們社區甚至於我們縣民 在這裡所能夠使用的這樣子的一個情形 所以這個部分從去年九月 我們教育處就開始陸陸續續的來做相關的一些溝通協調 那到現在其實也已經召開了三次的一個協調會 那這個部分在整個協調過程當中 當然我們都期望能夠達到三贏 也就是我們荒野 還有我們當地的民眾 還有我們的縣府 以及我們廣大的縣府 都能夠有這樣子的一個 大家都能夠贏在這樣子的一個 大家的一個共存共存 所以陸陸續續的一個協調過程當中 現在看起來其實還在協調的過程 那教育處也有跟我們荒野這邊來提到說 在協調過程當中雖然還沒有續約 不過現場的一些維護管理 以及荒野本來例行性的一些作業 都還是可以繼續 所以目前來講其實荒野都還是在現場去做 他本來在合約上面應該做的一些事項 那這個部分陸陸續的溝通協調 我也是忠實已告 我沒有遮掩的問題 所以今天教育處大家會覺得說 今天教育處這樣子要開記者會 我說沒關係大家來聲明 就大概談一談 談清楚 那談清楚的時候其實對於我荒野來講 我要繼續留在雙年屏 我沒有利益的問題 我只有對於我的守護價 對於荒野的價值 我再做一次的延續 所以過程當中 我們花了我們跟很多的企業去募款 來去做教育的支持 在這個地方一年大概花 一年需要的費用大概超過四年 那大家想說 我們拿那麼多的機會是不是很有錢 其實我跟大家講不是 我們拿多少的錢就是有多少的責任 其實我們的財務保表是公開的 大家可以看我們網站上 其實我們每一年其實錯餘的錢 大家都一二十萬 那一二十萬累積起來 現在大概有一個數字 但是那個都是我們前輩 二十五年荒野 其實慢慢的在做環境土地 幫台灣環境做儲蓄 好 我們有多少能量做多少事情 那我們也希望說 在宜蘭雙年屏 現在是國際上知名的 因為在2017年的國際勢力大會 這個其實就以雙年屏當作是一個標的 還有一十二十四年 兩個標的都在宜蘭縣 那都在宜蘭縣 我覺得這是對宜蘭人來講是一個肯定 好 當初從以前的老縣長 陳宜蘭到現在 其實大家都延續了這個氛圍 那我也希望說 荒野在宜蘭縣的環境守護上面 能夠盡一份心力 我覺得是一個榮耀 因為我個人也是一把底序 所以我想說人 人親土親 那相關的後續 在這場館使用上面 我們還是會努力跟教育處來做爭取 那我們也希望說 得到所有的認同 那另外當然 最近媒體有很多就是 有很多的我們的荒野的志工 包括過去的幹部 大家發了很多的訊息 因為大家對這張其實有太多的感情 我們包括有做了弱勢的兒童營 包括弱勢的兒童營的機構 也來問 那我們有很多的學校 那也謝謝教育處長這邊的幫忙 就是今年度我們在雙年底的教育流路 我們都按照學校的需求幫忙做排定 那至於說空間使用上面 我們也原則要尊重公務員依法行政 那所有事情其實都在一個尊重 社區的居民需要尊重 我覺得荒野也需要尊重 那所有的民眾大家都需要尊重 在這個共同尊重之下 其實找到一個三應的方式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好的 另外就是我們的會員幹部 在FB在媒體上面發表的個人的言論 其實我這邊慎重的跟各位報告 就是以荒野官網的訊息為準 然後就是大家私底下的發表的言論 在台灣其實言論自由 我們也原則上尊重 但是個人發表的意見 其實並不代表荒野保護協會 那我們今天在這邊跟各位媒體朋友報告 就是我們代表荒野能夠出來跟大家做說明 我們也希望說 雙人體國家重要私地的守護行動能夠有序 那在這個生態教室的場館 回歸到最原始創立的時候 叫生態教室使用在生態用途 有關於荒野保護協會 在雙人體這件就是在雙人體 大家比較關心的是說 會不會繼續留在這裡 那其實以荒野保護協會的立場 我們當然希望爭取在 國家重要私地的守護行動上 有一個具體有序的一個事項 那之前縣長 林縣長有召見我們的時候 我也表達就是說 在國家重要私地旁邊 我們需要一個 這個生態守護 跟環境教育的一個空間 那至於說是不是荒野在持續在這邊 其實我們的目的是希望 召喚全台灣各 大家對於環境教育的重視 對於一個國家重要的私地 對一個這個物種保育的一個重視 所以在這個 是不是都是由我們荒野在這邊 其實我們也沒有那麼一定堅持 只是我們希望說 在原來已經建構好的 這花這麼長的時間 建構好的一個環境教育的氛圍 尤其是在宜蘭 宜蘭之前一直在台平監獄學校這件事 那在雙連皮這個地方 其實荒野過去 我們的努力其實把這件事情已經開始落實 那至於說在場館的運用上面 因為過去跟邻里之間 他有一些剛剛陳如這個秘書長講的 就是說有一些大家在溝通上的問題 那我們也持續努力的在改善 一直改善大家彼此之間的認知 那讓我們在做環境教育這件事情 讓我們在做環境教育這件事情 能夠永續的發展下去 那這過程當中 我們從去年11月開始一直在協調 那謝謝處長 那因為以前的續約的時候 都會碰到同樣的問題 就是說到底民眾的感受 我們要不要去監獄 那其實在三年前在續約的時候 再重新再招租招標的時候 我們也同意就是跟這個民眾之間 有一個好的溝通 那但是宜蘭人其實情感上面 比較會在意說就是主權的問題 那一個住用的空間 主權的問題 中間其實有一些事情是必須要溝通的 那縣政府也很願意出面來做協調 那當然公所跟議員大家都非常關心 我們都我們覺得在宜蘭縣的 這個鄉親的氛圍上面 其實我覺得是很好 那相對的對於環境永續這個支持 我也希望說我們更廣大的民眾 大家都能夠一起來跟花園做同樣的事情 那我們花園保護協會其實在做這兩件事 一個叫基地守護 一個是環境交流 是否是很想的 其實那些很好 那這兩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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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兩件事